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经贸情势分析 经贸情势分析第五奖 国际油价与台湾参与的经贸组织 我们今天仍然非常的高兴 邀请到远东商业银行副理林大庸老师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林大庸 国际油价在2011年非常的精彩 从年初的80块美金 一度飙升到130块美金 那么最近又回跌到90到100块美金 油价跟我们每天的作息都会有关 我们每个礼拜天都会关心 隔天油价是不是要再会不会涨 所以本讲是我们要跟各位同学分享 影响国际油价的基本因素 还有未来油价的走势 第二位来宾是财政法人商业发展研究院 副研究员徐志明博士 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很荣幸能够到这边为各位介绍 APEC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 以及泛太平洋合作伙伴协议的相关分析 本讲的教学目标 一分析国际油价的走势 二台湾参与的国际经贸组织 大家都知道 这个国际油价的走势 和石油的需求面有关系 以及供给面 以及货币面都有关系 可是比较复杂的是 这三个层面 这三个面向都是交织在一起 那才会让这个油价的走势 走势的关键点很难去判断 还有它的走势也很难去掌控掌握 那今天我们特别请 我们对这个方面相当有研究的 冬生业银行的副理 我们林大勇老师来做一个说明 影响国际油价的走势的三个 基本的原因 还有请你来分析一下 我们今年的下半年 国际油价的走势到底是怎么样 那么我想我们先从这个 影响国际油价的几个基本因素来讨论 那第一个当然是供给面的问题 那供给面的问题 包括产能的大小 那这个产能也会根据这个石油出口国 他们根据未来油价来决定 他们要释出的产能的多少 第二个是他们生产成本的考量 那第三个是原油运送管道是否畅通 比方说苏伊士运河 是不是有没有战火 有没有其他的一个非经济的因素 那这些条件都会受到地缘政治 还有整个天后因素的影响 那第二个就是整个石油的这个什么需求面 那需求面就会受到长期经济成长 还有这个景气循环的影响 那长期经济的成长的影响 那最主要当然比方说新型市场国家 中国印度的整个经济的崛起 那我想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第三个呢就是货币因素 那货币因素呢最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是利率的高低 比方说利率低 那当然有可能会对油价的这个涨声是有一定的帮助 那第二个呢就是货币面的因素 那我们知道比方说美国的QE2 那整个这个钱呢太泛滥了 那逼得整个这个石油出头国 他们必须要怎样把油价拉高 这样子才能获取他们正常的一个利润 那所以我们这样子来看 大体上这个地缘政治天后景气波动 还有这个货币的政策呢 是所谓比较偏向一个短期的一个因素 那么长期的这个生产成本长期的变化 还有长期景气的波动呢 那这个是属影响油价比较一个长期的这个因素 那这个短期跟长期呢 常常会纠葛在一起 所以我们也很难断定说 哪一些呢是短期的因素 哪一些呢是这个长期的因素 那接下来我们大概来分析一下 2011年这个油价的走势 那2011年呢这个油价呢 年初呢大概在80块美金 那当然今年的二月呢 当然就发生了一件这个 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事情 就是中东的一个什么 这个中东的这个一个 有一个叫茉莉花革命 那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为什么叫茉莉花革命 因为这个导火线呢 是从图尼西亚开始的 那图尼西亚的国花呢 叫茉莉花 那这个导火线当然是 图尼西亚有一个这个小贩呢 然后他可能在沿街叫卖 后来呢被一个警察驱赶 后来不小心他引火自焚死掉了 那这个一个导火线引发整个 这个中东的什么 这个政治改革的一个浪潮 我们也都知道 后来这个做了40年总统 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后来也下台了 那这个中东这个北非的这个动荡呢 影响国际油价影响了也非常的 这个波动也非常的大 那年初呢80块美金 在三月初的时候呢 油价最高涨到100 大概112块美金 那112块美金呢 我们分析呢 大概有20块钱 是因为这个中东的因素 中东溢价 对于中东溢价 那在四月四月底的时候 最高涨到大概130块美金 那不过由于这个整个中东的因素 在五月底慢慢的整个沉淀了 所以这部分大概我们 比较没有受到这方面的干扰 那第二个因素就是所谓流动性氾濫 流动性氾濫就是因为美国为了刺激经济 大量的采取这QE1 QE2 那由于整个这个资金的氾濫 也推升了整个这个国际油价 由于美元指数的走弱 那当然以美元计价的石油 那这石油出口 我会想说我以前卖了原油 可以换到换到这么多的 可以买到这么多的商品 那现在用美金 买到的商品变少了 所以也逼得这油价 就一直维持在一个高档 那以上大概就是这个油价的一个分析 我们最害怕的就是说 刚才你所讲的流动性的资金的氾濫 就是货币面的影响 我想会让过剩的资金去炒作这个油价 让这个企业多出了不必要的负担的成本 那接下来国际油价未来的走势呢 我们请林老师你再来预测一下 根据这需求面来做一个预测 好 那么我想说我们刚刚就提到影响2011年的国际油价有三大因素 一个就是供需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平衡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中东的地缘政治 第三个就是流动性氾濫的问题 那中东的地缘氾濫大概也差不多已经结束了 那流动性氾濫这个已经是一个寄存的一个事实 所以影响这个未来油价最主要还是在供需这方面 那未来我们必须注意有三个重点 这是我们观察未来油价的一个走势的一个变化 那第一个就是沙烏地阿拉伯这个国家单方面增产的这个效应能不能持续 那过去的油价在涨的时候 沙烏地阿拉伯他们说他们要释出一天要一千万桶 那我们不晓得说他讲了这个一千一天一千万桶 到底有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落实 当然如果真正的落实对油价的这个上涨 也可能会有帮助 如果两千零八年那一年他就没有办法去增产 因为他怕增产出来会生产过剩 对还有他本身这个景气荡下来 对对他本身因为这个两千零八年之后 他对整个产油的设施他也没有去更新 这是供给面的问题 对对对对 那再来就是整个国际能源总署 这个释出这个战略储备原油的这个 这个关键的一个因素 那这个国际能源总署 他承诺要释出这个六千万桶的原油 可是这个原油的这个实在是也太少了 还不到全球一天的这个需要量 美国差不多三天的消费量 对美国三天的一个消费量 那当然但是以OPEC为首的这个委瑞拉跟伊朗 他们就反对 他们当然认为说我要油价越高越好 我当然你我当然是反对 你再释出这个原油让油价走低 这个现在整个石油的这个油价 大概有这个新的七姐妹 石油的七姐妹 七姐妹有旧的有新的 新的七姐妹大概从沙烏地阿拉伯 然后中国 俄罗斯 还有伊朗 委内瑞拉 还有巴西 以及马来西亚 就七大这个国家的石油公司来掌控 这七的姐妹 他们可以调整这个整个世界油价 以前旧的新姐妹可以差不多有这个百分之九十的这个市占率 影响力 现在大概只剩下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四十 那随着整个经济的成长 然后大家中国是十三亿人口印度也大概十亿人口 他每个人都要开车 所以这个对石油的需要量是很很庞大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数据光是今年跟去年中国对石油的需要量就增加了一个十百分之一 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中国跟印度的经济成长是会持续的 所以对石油的需求也会这个对长期来讲一定是一个很正面的一个帮助 所以我们认为未来十年二十年 油价大概都会维持在一百块每 大概在八十块到一百块 那当然中间如果有一些变数 那倒另当别论 比方说美国如果又QE3 那惹火了这些石油输出国家组织 那可能当然油价有可能会再创新高 我们暂时先休息告一段落 等一下再来谈 好 我觉得这个现在在发展这个 全世界都在发展这个电动车 为了这个环保排放这个碳太多的问题 发展这个电动车 那电动车到现在为止大家都知道 还不成熟 还不成熟 如果有一天给它成熟了之后 我真的很担心 这个全世界的车辆都是用电磁 电瓶 那这个油价一定会大幅的跌落 这个就会造成动荡 世界不安 世界整个景气会动荡不安 尤其是沙烏地阿拉伯 这些产油国生活就会面临困境 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是油电车 油电车比较受欢 受欢 接下来我要介绍的就是说 我们台湾参与的经贸组织 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经贸组织 就是WTO 是我们参与的 在布列顿声音体系之后 有三个很重要的经贸和金融的组织 我们只有参加这个 第一个是WTO 第二个是IMF 就是国际货币基金 就是我们没有参加 第三个是 以前称为国际复兴既发展银行 现在称为世界银行 改为世界银行 所以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 我们都没有参与 我们很难得参与这个 唯一的一个世界性的经贸组织 那我们是第144个国家 参与的国家是第144个 第143个是中国大陆 那因为中国大陆 他一定坚持要找我们一个月 事实上是我们应该比他早一点 早一点 这是最后因为这个协调 他一定要 反正他那种想法也不知道什么想法 一定要比我们早 最后就妥协 我们就晚他一个月来加入 他是在2001年的12月1号加入 我们是02年的1月1号加入 刚刚晚一个 他是第143个 我们是第144个 现在全WTO的会员国 已经有153个国家 这是一个相当有法律的拘束性的一个组织 这和GET不一样 GET是没有什么拘束性 因为协定 协定是一个叫做大家来结盟 结盟如果我不和你结盟也可以 我自由啊 对不对 都可以片面来毁约 对不对 你要加入你要退出随便你 随便你 可是既然是组织的话 你就要遵守这个组织的规范 你是他的成员 这个差异差很多 这个就好像是有血缘关系 大家彼此都是有血缘关系 这个脱离不了的 脱离不了这种关系的 所以他是一个有名有实的 有法律拘束力的一个国际的经贸组织 在国际经贸组织 我们来讲他的理念 他的理念大概就是第一个 一定要遵守无歧视的原则 这是最基本的理念 无歧视的原则有两项 第一个是最惠国待遇 简称为MFN 第二是国民待遇 国民待遇是National Treatment 对不对 简称NT 这无歧视的待遇 Long Discrimination 这个一定要遵守 所以所有的成员狗都八大 都一样大 LWTO所规范的 你一定要遵守 不可以有差别大意 不可以有差别大意 绝对不能有差别大意 第二要经由谈判 逐步的开放市场 开放市场的意思就是 大家来共同来推动贸易自由化 和便捷化 这个第三个就是经由关税的减浪 来促进贸易量 以及降低这个农业的补贴 反正对农业补贴的约束 等一下我再来谈到这个杜花谈判 这等一下再来做说明 农业补贴一定要尽量降低 就是约束 以及服务业市场的开放的承诺 建立市场的开放 这个Market Access 接下来第四个是促进公平的竞争 促进公平的竞争 就是要在WTO的架构下 规范一个公开公平 然后不扭曲的一个贸易的竞争 这个意思就是说 大家一定要遵守 不要倾销 不要做补贴 这才是一个公平 公开的一个贸易竞争 如果违反了这个倾销 去做反 我们就会用反倾销条款 来这个抵制它 或是补贴的话 我们又用平衡税 来抵制它 所以要建立这样一个公开公平的 不扭曲的贸易的体系 这边要记住 进口救济 不在这个范围之内 进口救济是 因为这个和扭曲的贸易不一样 它没有扭曲 进口救济是 因为你国内的消费者 很喜欢我的产品 比如说美国 以美国来讲 美国曾经美国的这个消费者 非常喜欢日本的车辆 当初日本是从日本国内 将小汽车输出到美国 输出的量很大 一直增加 增加到 让美国三大车厂的生存 妨碍到它的生存都有疑虑 真的讲明白的就是活不下去了 销售量巨减 可是日本没有轻销 他把小汽车卖到你那边 他没有轻销 他没有补贴 是你们喜欢买好的东西 那这个就是可以来申请进口救济 那进口救济 这个就不算是扭曲的贸易 我们讲扭曲的贸易是 大概就是在 不公平不公开的不公正的 是属于轻销和补贴的行为 补贴的行为 第五点 今年那个中国大陆当初在钓鱼台 有一个船长被扣留 那么中国大陆就片面的宣布 他这个稀土不要出口到日本 日本就气到了 就马上就告到WTO 所以他这个引用的就是这个 促进公平竞争 因为这个是两回事 对 这就不公平 不公平不公正不公开的 这个不好的一个扭曲贸易的这个行为 就是要在WTO的架构下 尽量来防止避免 第五点就是鼓励发展与经济转型 因为WTO的153个费用口里面 大概有四分之三的国家 是属于开发中国家 或低度开发中国家 这些国家根本不是市场经济的国家 所以现在加入之后 我们这些已开发国家 一定要来帮助他经济转型 成为市场经济的国家 好 接下来我们要谈到 WTO的这个六大原则 这个六大原则我把它整理出来 大概是承袭我们GET GET的六大原则 第一个原则就是最惠国待遇的原则 最惠国待遇就是MFA刚才讲过 就是对所有的费用国 都要给予这个所有费用国的后平 给予相同的这个待遇 而且比如说大家都是WTO的费用国 那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美国输入到我们台湾的这个关税 和日本车子输入到我们台湾的这个关税 是一样的 我们是一视同仁 我们是曾经是38现在是17.5 同样是17.5 这关税是一致的 不能说美国和我们比较好 那我们就给它优惠一点 那日本你比较怕你这个小轿车 因为你这个品质太好 条件太好 所以我们就给你课征高关税 不行 这是要遵守最惠国待遇 没有歧视 任何一个费用国输出所有的货品 到任何一个费用国的待遇都要一样 包括关税 包括非关税的规范都是要一样 第二个就是国民待遇 国民待遇就是所有的费用国输出到国内 到我们国内的这个产品 所受到的待遇和本国的产品的待遇都要一样 不管贸易或投资都要一样 都要一样 所以比如说外国的这个来台湾投资 来台湾投资 像日本汽车厂来台湾投资 就不能有规范说自治率的问题 自治率就是规定说 日本汽车来台湾投资 就要多少的关键的零组件 比如说50%要在台湾采购 一定规定有一个比例要到台湾采购 这不行的 因为你国产车没有这样规定 国产车没有规定说 50%的零组件要在台湾采购 在国内采购 没有 所以大域都是要一视同仁 不能有自治率的规范 不能有外销比率的这个规范 都不可以 都要和国内相同的产品 享受一样的待遇 那第三个就是关税减浪 一定要遵守这个关税减浪 关税 高关税在WTO里面 是容许的 是容许的 但是不能是一直高关税 要逐步的减浪 关税要逐步的减浪 为什么高关税是容许 因为它透明 关税是透明 是一视同仁 像刚才讲过 美国的车子 德国的车子 日本车子来台湾 进口到台湾都是17.5 一视同仁 这透明 所以曾经最高是42.5 降到30% 维持一段 七八年后 差不多有八年的时间 然后再降到 这个17年的目前 都是一视同仁的 就是关税 就是透明化 高关税是透明 所以它是容许 但是还是要逐步减浪 逐步减浪 所以非关税 非关税的障碍 是不容许的 是不容许的 那是Lapintio所不容许的 所以第四点 是非关税的障碍 非关税的障碍 要遵守 要秉除这个非关税的 这个贸易的障碍 要不要秉除 还有 更重要一点是 要废除 废除数量管制的原则 就是Quarter 就是Quarter 就是配偶的问题 都要把它废除掉 最后一点 第六点 第六个原则 就是要 争端解决的机制 要 因为Lapintio里面 有一个争端解决的机制 这个很重要 这个GET不一样的地方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它是正式成立一个 争端解决的机制 GET没有 GET把这个东西 放在东京肥河里面的谈判里面 东京肥河的谈判里面 所以 这是GET Lapintio比GET 更比较高层次的一个地方 不一样的地方 好 那等一下我们 再来探讨 Lapintio的这个效益 台湾加入的这个效益 我们暂时休息一下 好 现在我们接着来讲 我们台湾加入Lapintio之后的一个效益 大概简单来讲有三大点 第一点就是 我们可以和153个肺炎口 进行平起平坐的这个经贸活动 所以我们得到公平合理的待遇 让我们台湾的这个企业 国内的企业 可以在稳定 和可以预测 可以预测的这个国际环境下 从事国际贸易 第二个 很重要的是 我们加入这个会员口之后 我们可以参与这个 制定国际贸易的一个规范 对不对 和会员口共同来制定这个 经贸的游戏规则 来共同推动贸易自由化 来确保我们国家这个经贸的利益 在国际市场的这个经贸的利益 第三个 我们在WTO的这个 架构架透过 争端解决机制 来解决和 所有会员口之间的一个经贸的这个纠纷 接下来我们要很快的来介绍 很重要的在2001年11月 在卡达的首都杜哈 来举行了一个多边的谈判 就是WTO第四次的部长会议 可是这个谈判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 在2006年7月22号宣布中止 虽然在2007年有在恢复这个谈判 可是到现在为止 到现在为止 还是我看还是遥遥无奇 这个杜哈谈判为什么会遥遥无奇 简单来讲 简单来讲 就是以开发国家和开发中国家的一个争执 就是利益分配不公 以开发国家的产品输出到开发中国家 大部分是工业产品比较多 可是他就是要希望 希望开发中国家的这个NAMA NAMA就是非农业产品进入的这个准则 要把这个市场开放的更开放 换句话说 关税要降的更低更低 对工业产品 这样以开发国家的工业产品 才可以轻易的进入开发中国家去销售 去销售 这个系数 就是关税的系数 原来是15% 竟然以开发国家 因为关税系数和 这关税的税率是相反的 关税的系数如果越低 关税的税率是越大 那关税的系数越高 关税的税率是越低 所以原来 原来它是希望能够达到35% 35% 系数 那关税降到更低 可是它现在 以开发国家 开发中国家都关税系数是到15% 那关税的税率就会提高到很多 所以让这个以开发国家心生不满 感到不满 所以你一直要求我们 要求什么 开发中国家要求以开发国家 要大幅度的削减 农业补贴的这个幅度 从美金 这个300多亿 要削减到150亿以下 150亿美金以下 农业补贴的金额一定要削减 还有 农产品的关税 一定要大幅的开放 降低 关税一定要降低 大幅的开放农产品的市场 就是 开发中国家 要求 以开发国家 要这样做 可是以开发国家说 那我这样做可以 我可以大幅降低 这个农产品的关税 我可以大幅降低 补贴的金额 可是你呢 你也要配合 你的关税税率还是那么高 工业产品的关税 那么高 这叫NAMA NAMA 这没有遵守这个NAMA的规定 那我怎么和你 和你打赏协议 这样就增值 十几年了 没有办法 因为 这些国家 就分三大集团 就是美国 欧盟 以及G20的 G20的这个集团国 因为G20 最后一个是欧盟 还有印度 巴西 中国 这些开发中国家 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 都自己也不合 自己他们也不合 对农产品的这个关税的税率 还有补贴的金额 他们自己也 也没有办法达成协议 何况又要去要求 以开发国家 要和他达成他们的这个愿望 这是杜花谈判 一直没有办法 做成一个圆满的协议的 一个关系 一个重点 关键在这边 请问徐老师 那个APEC 我们对它未来的期待是什么 是 谢谢邱老师 刚才 事实上邱老师刚才 针对WTO 事实上它是一个属于 全球性的一个国际经贸组织 那事实上 现在后续 这些国际经贸组织的 区域整合发展 事实上会比较偏向于小区域的 比如说我们知道东西 阿典 以及我们看到像 比如说EU 它已经逐渐整合成 逐渐朝向 比如说单一关税的市场 去做一个发展 那事实上APEC虽然说它是发展 在长期性发展下 它已经是一个相当成熟的 一个属于国际性经贸的 一个谈判 刚刚您有提到 它事实上是一个谈判的一个功能 它并不是一个所谓的 我们所谓的国际经贸组织 Organization的一个形态 但事实上它在亚太地区 它事实上长期扮演一个 很关键的角色 但是因为近期 有一些属于比较小区域规模的 一些区域经贸的一些整合 导致APEC逐渐被边缘化趋势 举个几个简单例子 比如说东协目前发展 已经逐渐朝向了一个 所谓的共同体的一个发展 而且已经预期大概近几年 会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新的趋势 那比如说日本现在也在主导 所谓的东亚共同体 那比如说像比如说 澳洲也最近在主导 所谓的亚太共同体 像这些小型规模 小规模区域整合的一些态势 已经逐渐影响到APEC 它传统上所扮演的一些功能 那事实上APEC为了要强化 它在区域的一些主导的一些 一个功能性的一个价值 所以基本上它还在继续在推动 所谓的FTA 事实上就是所谓的 自由贸易区的一个概念 那所以APEC它在2004年 它的委员会里面就有提到了 所谓的FTAAP 也就是所谓的 Free Trade Area of Asia Pacific 这样的概念 但是一直到2010年 才对它的架构达到一个共识 所以今后事实上APEC 它所能扮演的角色 事实上它就是持续的推动 这个所谓的FTAAP 这样的一个架构 让这些所谓APEC成员国 能够去强化它区域整合的一个角色 另外事实上它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中介平台 因为APEC的功能 基本上它发展相当成熟 那由它来主导FTAAP 让整个亚太地区的区域经济整合 能够朝向它预期的一个效果 讲过我们台湾 APEC要推动成为亚太经济贸易自由区 这个协定 可是因为现在欧援区发生问题 发生问题 所以这个 又好像这共同体的这个提议 又已经冷却下来了 冷却下来 还有APEC参与的层级很高 都是每一个国家的领袖来做代表 这是很特殊的一个地方 谢谢各位同学的收看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